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跑到正在争吵的父母面前 要求父母买一个机器人陪伴自己 也想借此缓和家里的气氛 于是他拥有了自己的小伙伴大白 接下来的日子 小帅每天都和大白腻在一起 听他讲故事一起捉迷藏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新一代的机器人出现了 小帅已经厌烦了愚蠢的大白 而且大白的出现 并没有让家里的争吵减少 大白也仿佛感应到了小帅的情绪 他知道小帅很喜欢玩捉迷藏 所以经常找小帅一起玩 可小帅已经厌烦了大白 他想要捉弄他 于是他让大白在雨中数到一百万 再来找自己 窗外倾盆大雨 大白蒙着双眼乖乖地数着说 小帅的父母又开始争吵起来 小帅很生气 他把对父母的怨气都发泄在了大白身上 他制止了大白 当大白停下来时 他又愤怒地指责起大白 小帅故意将油气筒打翻 并让大白清理干净 看着一地的物件 大白刚要清理 小帅又斥责起大白 让他说说 大白听话地熟起出来 小帅越来越生气 他大声地吼道 你不是什么都可以吗 你能让我的父母不争吵吗 那你来杀了我 杀了我的父母 杀掉每一个人 他有意无意地折磨 错误混乱且矛盾的指令 让大白发生了故障 听到声音的妈妈气冲冲地走了出来 看到故障的大白和地上的油气 妈妈生气地责怪其小帅 如果你再也不听话 我就把你烹饪成晚餐吃掉 小帅愤怒地按下了大白的重启按钮 大白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夜晚小帅从梦中醒来 发现大白站在床前 转过身对他说 要玩个游戏吗 小帅愤怒地把衣服丢到了他的身上 这时的大白突然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隔天电视里正在播放机器人袭击人类的事件 小帅却毫不在意 大白走了过来 再次邀请小帅一起玩游戏 可遭于厌烦大白的小帅 顺手将遥控器甩向了他 看着大白的背影 小帅的心里会有点发眸 他隐约听到大白还在小声地数着说 在数完最后的数字后 大白默默地拿起了一把刀 转过头诡异地笑了 画面一转 餐桌上的爸爸妈妈正在享用着晚餐 大白也尽职尽责地服务着 他愉悦地询问两人 今天的晚餐好吃吗 而没有看到小帅的妈妈 却担心起儿子 大白却高兴地说 他就在这里啊 就在这个餐桌上 按照你说的做成了晚餐 这时的大白又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他的头开始飞快地旋转着 画面一转 警察赶到家里 此时的小帅家早已死缺 影片也到此结束 大白是于一个小孩的希望 也忠于他的绝望 简单的程序 敌不过复杂的现实 强烈推荐已经身为人母的朋友们看一下 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 物质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 陪伴才是最好的关怀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坏机器人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